马尔他 天然古门 蓝窗 位于马尔他与葛佐岛之间的 科米诺岛 拥有如梦斯幻般的蓝色细壶 它的水晶般清澈的 绿松石色的海水 不真实的程度 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 让我们回到马尔他本岛 马尔他的首都是瓦来塔 一座有将近500年历史的老城 整座城是由马尔他岛上 特有的浅黄色石灰岩建成 色调同一 城建于山上 城内有很多陡坡 在大街小巷 让奇奇福福搭配五彩的窗台 犹如电影《盗梦空间》里 现实版的场景 成为瓦来塔独具特色的风景 适应着爱好的最爱 如今漫步在这座古城 依然可以感受到 时间留下的影子 瓦来塔并不大 但是教堂无数 据说整个马尔他 有360多座教堂 地标建筑圣约翰大教堂 更是被誉为 欧洲最漂亮的教堂之一 教堂洁白朴素 光看外观 很难想象它竟会与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 但走进内部 你就会发现 华丽的装饰 却让人叹为观止 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 从大教堂出来 可以去巴拉卡花园看看 这是瓦来塔最大的城市花园 有上下之分 这是一位意大利骑士的私人花园 战时曾作为堡垒 现在成为公立花园 是瓦来塔最主要的观景地点 这家餐厅拥有复古的就餐氛围 和典型的马尔他地道美食 除了招牌的Fatira 还能尝到鲜鱼汤 炖兔肉 烧章鱼等多种传统佳肴 这里的价格也比较亲民 主菜大概在20-25欧之间 Kinney是一种苦甜餐饭的马尔他碳酸饮料 他由苦甜和爱好提取无量造成 1952年首次引进啤酒厂生产 Kinney成棕色 可直接饮用或者与酒精混合饮用 因此被称为国民饮料 拿手掰吧 马尔他也是兔肉 没错 炖兔肉是当地的经典菜肴 他将新鲜的兔肉与大蒜 洋葱萝卜 土豆 番茄等 且放进红酒和酱料中 慢煮而成 据说圣约翰骑士团 登陆马尔他建造大岗时 在周围的田地里大量繁殖兔子 因此廉价的兔肉 成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选择 我认为这家餐厅要请一杯一下 嗯 这鱿鱼真的是绝了 嗯 挺棒 嗯 这鱿鱼也不错 这家餐厅人均45欧 一共有7道菜 每天提供的食材都不太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蘸酱菜 烤章鱼 蒸鲁鱼 意大利面 仪背 香肠土豆和炖肚肉等 每道菜上来时 服务员都会做简单的内容介绍 并给我们更换新的餐具 鱿鱼最终还没有 还是没有好过 被做成鱼的鱼 我觉得这个最好吃 确实 嗯 这蓝梅酱跟cheese 是吗 没有特别的 很大 原来它就是当地才能吃的 放这个泡 就像那个阁内经常吃那个 海底捞的那个蘸酱菜 嗯 对 每次就最后拿着泡饭 对 我觉得这个泡饭肯定很好吃 对 你多吃点吧 我真的吃饱了快 我看吃不下了快 吃 咱们还有两道菜没吃 还有两道啊 唯一要注意的是 上菜到结束长达三个小时 如果想要去尝试的话 建议提前安排好行程 并在网上提前预约 我觉得反而像猪肉 那这样好吃 真的 嗯 至少这个 压轴 压轴大鞋 那么甜 压轴大鞋 当我们漫步在马尔他的街头 感觉自己在中世纪的游戏中游走 这里的古老与自然 无须人工雕饰 岁月痕迹 使马尔他更显风韵 我沉醉在狼黄交织的世界里 暖阳伴我轻轻抚过每一砖每一瓦 从白日的灼热到夕阳的温暖 再到深夜的凉爽 宛如情感的变迁 从浅显的爱恋到成熟的暮年 晚霞满天 鲜嵌 剧场 14 17 18 20